Hello 大家好 又是阿鵬在食老頻道 跟大家分享心水 接下來5月17日星期日 有10場灑田四加三 記住1點鐘頭牆 記得要早點 今天我會推介一場重心給大家 第五場四班千四 看看片段 究竟哪個做膽呢 就是他 我們看看大前次 長次440 就是灑田A加三 就是千四 就是這隻 三圓壁路 三檔 你看到這隻馬 你看到白衫子母 三銅 斜牌 其實你看到現在 都是守住在中間的位置 第六先 然後他待會慢慢會退回去 因為有些賣旁邊 你看到在外面 就衝了上去 他現在就退到第九了 你看到一路 其實位置我覺得不錯 因為這隻馬始終要講後綴 所以他還是要擠一段 最後才來了 中段或頭段都是偏慢一點 但是不要緊 勝在這隻馬 真的能發揮到 如果你說 安常人把握到這隻馬 最後的衝程 其實真的有機會衝了 現在你看到他 慢慢捱出去外檔 說真的 這個田大安騎馬 一定是大外檔見到他 差點是握手位 你看大國當一衝 這隻馬 看空就可以了 最重要是不要塞車 一看空 讓他有個舒服的跑 環境之下 一打下去 馬就不斷上 最終 都贏還贏 贏那些 自尊高星 和洩露勇 贏自尊高星 都厲害 只有這隻馬 大家都知道是非常不錯的馬 哇 步步冷 結果就衝贏了 那我這場的腳 我就會拖回老將 這隻七歲馬 王俊 其實是鄭俊偉 鄭俊偉 還差一場才不嚴 龍船 一號 為什麼呢 因為上場看到龍船 下了四班 跑第三 當然啦 1650 都未必是他手本 但是反過來 1400 其實他也贏過兩次 一個第二 一個第三 證明這隻馬 1400 另外腳 就是步你如飛 雖然十二檔 我估計現在還未出賠率 都應該有賠率給大家 田大安 那田大安就一招了 講多無謂 這隻馬 就比較跟前置走一點 相信他一出閘都會比較 然後看有沒有機會 放過來一點 然後 最後就靠這隻馬的銀力 拖起來 另外還有一隻腳 就是這隻 其實近期這隻馬 非常之好 上場就已經贏了 那我看他的狀態 石哥 這些馬 找到賀炳連 其實都很簡單 希望他再來了 而且 他始終的路程 都是 整隻馬 贏了兩次 都是沙田的千死 證明這些馬 逢親報德 這些路程 我覺得絕對 是要留意著他 好了 我們都看看 我們重複一下 總共是一膽三腳 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 希望 跟大家重一一重複 因為我沒有整個表 OK 就是這個 10號 三元明龍做膽 10號 拖1號龍船 3號報李如飛 和9號好友利 一膽三腳 再重複一次 又沒有表 OK 10號 三元明龍做膽 拖1號龍船 3號報李如飛 和9號好友利 一膽三腳 希望大家 正Q位置Q 3號很精彩 如果你說 還想拖一兩隻腳 深水的拖馬都可以 希望大家 接下來才能夠多贏